第十九题 它说有一个实现道的高速公路 哇塞好大 代表这个道路很宽 就它横跃了一个草地 十年后研究者比较 公路上两群物种 出现结构上的差异 好他问的是谁 谁可能会出现演化分歧 就是谁开始会被这个地理隔离而隔开来 一定是迁移能力最差的物种 会先出现地理隔离 而产生各自累积变异 对不对 所以答案为什么是蝸牛 因为这个实现道 你过去被压死 你过去被压死 就出现地理隔离而 那这两个ABC属群 各自累积各自的突变 好 那其他的生物呢 像鸟跟蝴蝶 直接飞过去 直接飞过来 基因流动非常旺盛 不会出现分歧 而老鼠是可以跑过去的 怎么了 鸟类在这里 不好意思 老鼠跑得很快啊 所以爬得最慢会压死 老鼠跟蝸牛谁跑得快 对 所以就是蝴蝶跟鸟 被一百只飞过去 只有不到一只被撞死 老鼠十字过去 撞死两只八只跑过去 蝴蝶十字过去 十字都被压扁了 压扁了蝴蝶无法生殖 因为它死掉了 所以蝴蝶最可能出现 对啊 这逻辑上 蝴蝶最可能出现地理隔离了 好 这是第十九题 好 好 好